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你去问是个老司机 会有是个老司机告诉你 不可以 如果钉子一出 车胎上的窗口会直接暴露出来 拔出钉子会让原本缓慢的漏气速度瞬间急速 这样是极为危险的 而且一般在发现漏气时 都是钉子扎进去一段时间之后了 经过长时间的轮胎挤压 钉子也不太容易拔出来 3.是否要更换备胎 如果胎压检测时发现胎压没有明显异常 而钉子不长 没有扎到内胎 这是可以考虑不更换 及时找到修配厂做专业检测 如果胎压降低了 说明车胎已经漏气这时 一定要及时更换备胎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必定要以防万一吗 如果实在无法更换备胎 那么一定要避开更换路段 较为低速行驶到可换车胎的地方 4.接下来 你应该去寻找一家可以做轮胎检测的修配厂 对事故轮胎进行处理 一般没有明显漏气的轮胎 都是可以补好的 二销也不是很大 一处小窗口一般二三十 如果窗口较大可能就要更换轮胎了 但无论如何车子出现问题要及时去处理 轮胎问题更是如此